Lagrange乘值法的学习单 Lagrange乘值法想要解决的问题 是要找G这个函数它的极值 但是我们有一个限制条件 就是F of xy等于0 我们在F的这个等高曲线上 求另外一个目标函数G的极大极小值 那首先我们先发现 在极值发生的点呢 有这个特别的性质会发生 就是G的梯度向量跟F的梯度向量是平行的 所以我们会写gradient G是lambda倍的gradient F 这边的这个倍数lambda 就是所谓的Lagrange乘值 既然极值发生的点有这个性质 所以我要求极值发生的点 我就来解这个连立方程组 那么这个连立方程组就是 Gradient G是lambda倍的gradient F 然后又满足F等于0 就是又满足限制条件 其实第一个式子呢 它是两个向量 二维的向量相等 所以我可以把它们的分量写下来 X分量就是G对X偏微 是lambda倍的F对X偏微 Y分量也是类似的 所以其实这是三个方程式的这个方程组 那这个方程组的解呢 就会是极值的后选点 因为我知道极值会满足这个条件 所以我解这个方程组 那么我在得到这些解以后 我再来慢慢看哪些是G会取到最大值或是最小值 那我们来做一个立体试试看 首先我想要求 3X加4Y这个函数 在单位元 X平方加Y平方等于1上面的极值 那为了要让同学对Lagrange层直法 更有直观的理解 所以我们这一题特别要你们画单位元 然后也画了3X加4Y的等高曲线 然后要来看看在极值发生的点呢 3X加4Y的等高曲线 应该要跟单位元 就是限制条件这个曲线相切 然后我们要去解除这个极值发生的点 我在这边在右上角 这边已经先画了这个示意图 这个黑色的是单位元 然后蓝色的是许多3X加4Y的等高曲线 譬如说中间这条是3X加4Y等于0 那么我在往上可能是3X加4Y等于比较大的值 1、2、3等等 就是越往右上移动 那如果往左下呢 就是3X加4Y是负的值 那么我现在我可以发现 3X加4Y等于0 这个0呢绝对不是在单位元上取到的极大值或是极小值 因为我可以再往右上 我可以去到1 我可以去到2 一直到一个特殊的这一个点 当我的3X加4Y等高曲线跟单位元相切 只交于1点的时候我就要注意了 3X加4Y呢再大一点 这个等高曲线就不跟单位元相交了 所以意思是 我不可能取到再更大的函数值了 所以这就是我取到的最大的函数值 在这个时候 那个限制条件跟目标函数 它们等高曲线是相切的 那类似的我来看 就是往左下来看 我的等高曲线越来越往左下 就是我的函数值越来越小 一直到我跟等高曲线又跟单位元相切的时候 我等高曲线去到最小值 如果我的函数值再更小 这个等高曲线就跟单位元不相交了 所以最小值发生的地方呢 等高曲线 它们两个等高曲线又相切 那注意一下 这个梯度向量呢 是跟等高曲线垂直的 所以等高曲线相切 就表示梯度向量 它们是互相平行的 那我们来解 这一个我们怎么去用这个性质来解呢 现在我的目标函数g of xy 就是3x加4y 我的目标函数f of xy 就是x平方加y平方 然后它的值等于常数1 好我来解它 首先 Lagrange乘值法告诉我 我要去解这个连立的微分方程组 好就是g对x的偏尾 要是lambda倍的f对x偏尾 g对y偏尾 要是lambda倍的f对y偏尾 然后f of xy 我现在这个constant等于1跟这constant等于0是一样的 好我也可以令我这个f就是x平方加y平方减1 对不对 好所以我令 好所以这边呢是可以是任意的constant c都可以 好那我这个解呢 这个方程组呢 我要把它写下来 g对x的偏尾是因为x是3x加4y 所以对x偏尾就是3 然后lambda乘上f对x偏尾就是2x 好第二个是指g对y偏尾就是4 那f对y偏尾 那f对y偏尾是2y 然后最后f等于1 就是x平方加y平方等于1 那我这个令做是1式 这个是第二式 这是第三式 那么第一式就告诉我 我的x等于2lambda分子3 y第二式告诉我 y等于4除以2lambda 所以等于lambda分子2 那我全部都代入第三式 那就告诉我 x平方加y平方等于 x是2lambda分子3 所以就是2lambda分子3的平方 加上y是lambda分子2 这个平方要等于1 可是呢这个是4lambda平方分子9 加这边呢lambda平方分子4 那我通分成4lambda平方 所以这边是16 所以这个是4lambda平方分子25 这个加起来要等于1 那我就解得 我的lambda平方等于4分子25 我的lambda 所以i1我的lambda等于正的或是负的2分子5 当我的lambda呢 lambda等于正的2分子5的时候 我的xy等于 我x代入 还记得 我的x是3除以2lambda y是2除以lambda 所以当我的lambda是5分子5的时候 我的x呢 3除以2lambda是5 所以它这边是5分子3 我的y是2除以lambda 2除以5分子5 所以是5分子4 那当lambda等于负2分子5的时候 我的xy就是 我可以代值 它是负5分子3 负5分子4 好 所以现在我求得了 这个解了 都解出来了 我求得了两个极值候选点 那我再来看看 这两个极值候选点 由我们这个图来看呢 很可能一个是最小值 一个是最大值 那我也来代值 那f of 5分子3 5分子4 它真的是 三倍的x 三倍的5分子3 加上4乘上5分子4 它就是5分子25 所以答案是5 那f呢 再负5分子3 负5分子4 渠道的值 你可以再算一遍 是负5 好 那现在我就 我就知道说 我的最大值应该就是5 是这个代入函数值里面最大 最小值应该是负5 那我就解出来了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题 第二题它要求 x乘1 to the y次方 这个函数 在这个x平方加y平方等于2 这个圆上面的极值 所以现在我的目标函数g of fix y 就是x乘上1 to the y 那我的 f 我的限制条件 就是f of fix y 它是x平方加y平方 现在呢 它等于 它的level格是 它等于常数2 所以Lagrange乘值法呢 建议我要解这个连立方程式 g对x的偏尾 是lambda倍的f对x偏尾 g对y偏尾 是lambda倍的f对y偏尾 还有我的限制条件要满足 x平方加y平方 要等于2 那么我来计算 g对x的偏尾 g是x乘1 to the y次方 它对x偏尾 就是1 to the y次方 然后lambda乘上 f对x偏尾 就是2x 那么g对y偏尾 就是x乘上1 to the y 等于lambda乘上f对y偏尾 是2y 最后还有x平方加y平方 等于2 好 我这个另做是1式 这个是2式 这个是3式 那我们观察一下 怎么解这个方程组呢 看起来好像很复杂 但是我可以尽量消去 我可以尽量消去一些位置数 那特别的这个1跟2呢 看起来好像还蛮类似的 那个左边呢 都有1 to the y 这个次方 1 to the y 都不会是0的 ok 1 to the y都不会是0的 那 那如果我的x等于0 那所以1 to the y不等于0 所以1式又告诉我的x不可能等于0 然后我x不等于0 2式又告诉我 那x乘上1 to the y不等于0 所以我的y也一定不等于0 所以我1式跟2式呢 我可以讨论出来 我的x y都不等于0 所以他们两个可以互相相处 我把2式处于1式 我就得到左边是什么 左边是剩下x了 x乘上1 to the y 处于1 to the y 剩下x 那右式呢 等号的右边 等号的右边 2式处于1次 那2让打都消掉了 就是y除于x 那我就会得到 其实我的y要等于x平方 那我这个再代入 3式 我就得到 我全部都用x来表示 所以x平方加上y的平方 y现在是x平方再平方 要等于2 所以我就得到 x14次方加x平方等于2 那或者是 我知道这个是x14次方加x平方减2 等于0 这个又等于我可以十字交乘 我知道这是x平方加2 乘上x平方减1 这两个因素乘下等于0 所以解的x平方等于1 或是-2 可是x平方呢 等于-2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x平方是正的 所以呢 x平方就是1 所以x是等于正或是-1 那不管x是正1或是-1呢 我的y都等于x平方都等于1 所以我就解出来了 我的解x跟y有1 然后x是1 y是1 或者是x是-1 y是1 那这是我的 我的两个后极值的候选点 那我们也养成好习惯 我们在这边 我们也把lambda也都一起解出来 当我的xy是1的时候 我代入我的1是呢 就告诉我 xy都是1 那我的lambda 它其实是1分之1 然后当我的xy是-1的时候 那1是就告诉我 我的lambda是-2分之1 好 那现在这两个极值候选点呢 我再来看 这个这是一个x平方加外平方等于2 我的限制条件是一个 是一个有界的一个b的一个圆 好 那所以在上面呢 我可以想象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g啊 应该取得到最大值跟最小值 那我来代值看看 g of 1 1啊 它就是1乘上1的一次方 所以就是1 那g of-1 1呢 就是-1乘上1除了一次方 所以就是-1 那么那我应该 我应该可以相信说 在1 1呢 取得到的这个值是最大值 -1 1取得到的值呢 这个是最小值 这个是the maxima value 那这个-1呢 是the minima value 好 那我们再来看第三题 它要求这个00到这个椭圆 x平方加xy加y平方等于1的最短距离跟最长距离 好 那首先呢 我要知道 我要求的这个值值呢 是距离这个函数 好 可是距离这个函数呢 有开根号 我们等于呢 我们不想要处理开根号 所以我等于是要求 要find 这个extreme value of xy到00的距离呢 我把它平方 好 of 这个g of xy 就是x平方加y平方 因为呢 我在 我这个距离的平方取到最大值 就表示距离这个函数 也会在这里取到最大值 距离平方取到最小值 就表示距离这个函数 好 在 在这里也会取到最小值 所以我考虑这个 这个函数 好 然后这是 这个 这个 椭圆x平方 加xy 加y平方 等于1 那这个是我的限制条件 f of xy 那所以我就要解 这个联立方程组 就是g对x偏尾 要是lambda倍的 f对x偏尾 然后g对y偏尾 是lambda乘上f对y偏尾 然后f等于1 g对x偏尾尾呢 是2x 那么f对x lambda乘上f对x偏尾 这个是2x加y 好 然后g对y偏尾是2y 乘上lambda f对y的偏尾是x加2y 然后f等于1 就x平方加xy 加y平方等于1 好 那么我们怎么解它呢 那我先把 我先把上面这两个式子呢 稍微整理一下 把x极向 然后y极向 好 所以这个第一式呢 x极向有两倍的 1-lambda的x 然后然后再减lambda y等于0 这是我的1式 然后第二式呢 我也是极向 好 我把左右两边都减2y 所以我得到lambda倍的x 加上两倍的1 两倍的lambda减1y等于0 这是2式 然后这个x平方加xy加y平方等于1 这个是第三式 好 那我们来观察一下 1式跟2式呢 它其实是一个xy的二元一次连立方程组 好 它们是线性的二元一次连立方程组 首先我发现啊 这个连立方程组 它们的常数都是0 所以xy啊 是00 是一个显然的解 x是40 y是0 是显然的解 但是x是40 y是0呢 不会满足第三式 好 因为我把它带入第三式 就是x平方加xy加y平方 不可能是1 好 而且呢 我也来看 如果 如果 如果我的x呢 如果我的x是0的话 如果我的x是0的话 那我lambda y要是0 我的lambda减1乘上y也一定要是0 那么我的lambda跟lambda减1 不可能同时是0 所以我就会推的我的y也要是0 同样的 如果我的y是0 我也会推的我的x一定是0 好 所以就是x是0 就会推的y是0 y是0 也会推的x是0 所以它们就有一个 就是它们就有一个解 就是00 但是00呢 不会满足 00不会满足 第三式 OK 所以 我们要这个连力方程组呢 要有解呢 就表示 有除了00以外的解 那我的一式跟二式呢 其实它们是 如果我要有00以外的解 那么我的一式跟二式呢 它们其实是 同样的一个方程式 它们其实是同样的一条直线 它们无穷多组解 所以这个意思是说 这个意思是说 它们的系数呢 是乘比例的 好 就是我的2 1减lambda 除以lambda 要等于 这个负lambda 然后 除以2 lambda减1 好 那其实 上下我都乘符号 所以是lambda 除以2 1减lambda 那么我可以 我可以 这个叫交叉相乘 对不对 好 这两个相乘 要等于 这两个相乘 所以我就得到了 lambda平方 等于 41减lambda的平方 那就推得 好 我把它相减 我就得到了 这个是lambda 减掉 两倍的lambda 1减lambda 乘上lambda 加上两倍的1减lambda 好 要等于0 好 可是 这个我们再把它化解 我就得到 我就得到 这个是 第一个是 3lambda 减2 第二个 是2 减lambda 这要等于0 所以我的lambda 等于2 或者是 lambda 等于三分之2 好 当我的lambda 等于2的时候 那我的1是 就会变成 lambda 等于2 那1减lambda 就是 负1 所以就得到 负2 x 减 lambda是2 y 等于0 那意思是 y 等于 负x y 等于负x呢 那么我代入 我的三式 就会推得 好 y等于负x 所以x平方 加 加x 乘上y 是负x 再加上y平方 就是负x的平方 好 它会等于 好 我会等于一个x平方 等于1 所以x等于1 或是负1 那么我就解得 我的xy x等于1的时候 y是负x 所以是负1 然后或者是x是负1的时候 y是负x是1 好 这是我的两个 两个解 好 这是当我的lambda是2的时候 那当 lambda等于3分之2的时候 我的1是 就会是 我的1是呢 就会是 两倍的 1减lambda是3分之1 所以是3分之2 2乘3分之1 3分之2的x 减掉3分之2的y 要等于0 那意思就是 我的x等于y x等于y呢 代入第三式 就推的 x平方加上x等于y 所以x乘y还是x平方 y平方还是x平方 要等于1 所以我的x 它 就是x平方是3分之1 所以x是正或是负的 更好3分之1 所以我的解x y就是 根好3分之1 根好3分之1 或者是 负根好3分之1 负根好3分之1 好 我们现在呢 总共有 四个极致候选点 1 负1 负1 1 还有根好3分之1 根好3分之1 负根好3分之1 负根好3分之1 那我们来看 这个值 好 我们要看的是 这个g 它的几大值 跟几小值 好 那个g呢 在负1 1 的值 跟g 在1 1的值 是一样的 x平方加y平方 都是2 那g 在 根好3分之1 根好3分之1 的值 跟 在 负 根好3分之1 负 根好3分之1的值 也是一样的 都是3分之2 好 那么我发现 哪一个比较大呢 好 这个是 2 比较大 这应该是 极大值 3分之2比较小 这是极小值 这是messima 但是我求到的这个2呢 是距离的平方 我取到了3分之2呢 也是距离的平方 所以最最大的距离呢 最大的距离呢 最大的距离应该是2 开根号 那么最短的距离呢 应该是3分之2 开根号 那这就是 这就是我的答案 距离的messima跟minima 好 我们再来看这一题 第四题 好 假设00呢 不在这个曲线上 这个曲线呢 就是f of xy等于0 f的等高曲线 假设00不在这条曲线上 而且我的x0 y0呢 是在c上面的点 它是跟00最靠近的那个点 那现在要求 要show that 这个x0 y0这个向量 它就会跟c在这一点的切线 会垂直 好 那么我们怎么 我们怎么证明这件事情呢 好 那我知道说 我就let 我的g这个函数啊 就是xy到00的距离 好 那所以它就是 的平方 它就是x平方 加y平方 那么 有我们这边的 这个题目的叙述 x0 y0呢 是这个曲线上 这个c这个曲线上 到00 距离最短的距离最短的点 好 所以呢 就是 就是at 所以 所以 on the curve c啊 我这个g 距离的平方 它会obtains 它会取到minimum value at x0 y0 它在这一点取到最小值 好 所以呢 Lagrange诚实法呢 所以告诉我 hands 在这个极值发生的点呢 我的gradient 我的gradient g 的这一点 好 它会平行于gradient f 因为现在我的限制条件是f等于constant 然后有一个for sum 对于某一个 某一个 Dagrange层次 某一个multiplier lambda 好 那但是 我们的gradient g 是什么 我的gradient g呢 其实 它对x的偏微就是2x 那我要在x0 y0这一点 所以 它在这一点的 t度的x分量就是2x0 那gradient g呢 它的y分量就是2y 所以在x0 y0取到的值就是2y0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x0 y0这个向量是2x0 y0这个向量是2x0 y0的gradient g 它是这个gradient fx0 y0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gradient f呢 它会垂直于这个c在x0 y0的切线 功 cord异更长地的下转称也就是说十分比非常大 转称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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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 s이� coaster又 Notes ken thejà 我知道这个向量X0Y0 当然也垂直于这个C在X0Y0的切线 那我就证明了这个性质